好我是董正龍 那在這影片呢我們要來談 勾車系統的設定 然後呢設定這邊的 電子郵件的選項 OK那我們呢會來看一下 主要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這是系統呢 一定會發出去的信 如果有訂單成立的時候 那你一定要 我們前面講過你一定要先設定一下 你的電子郵件的選項 請務必把你的記件者名稱 然後還有你的email 還有你的頁手的圖片 放上去 那這個呢是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是新訂單 那這個新訂單呢就會 是出現當然很明顯就是 在 他這邊有寫新訂單 郵件會在收到新訂單的時候 寄給清單的 收件人這個收件人就是 你啦預設的話就會 是在 就會是你 就是在你前面電子郵件選項 裡頭你設定的email 那呢這邊呢你當然不用改 這是提醒你 這是他的標題 OK他的標題就是 你的晚站名稱 然後你的新訂單 然後訂單編號 還有訂單的日期 預設就是有這一串這樣子 然後呢標題的話就是 新訂單顧客 然後郵件類型是html這樣子 所以呢基本上 這個就是你收到新訂單 那已取消訂單 這也是管理員身為你會收到的 那如果有 顧客呢取消了訂單 就是他沒有完成結帳 那你就會收到通知 那 我們預設都是有啟用 就是不管你有顧客付款到一半 他取消了 取消為什麼要通知你 因為你可以 再主動去聯繫他 說是不是有遇到什麼問題 那你也許可以回覆這個訂單 那正在處理的訂單 就看你要不要啟用 就是我們預設有啟用 那你就會收到說 你的晚站 然後在什麼日期 訂單的收據這樣子 然後呢 那完成訂購的時候呢 也會通知你 訂購的手續已經完成這樣子 那這個呢是會傳給 喔不對 這個是完成訂購是傳給顧客的 因為他要完成顧客嘛 他完成訂購了 那要提醒他 他已經完成了 那 退款的訂單呢 是會 你要退款給對方的時候 會傳給顧客的 那退款的部分要怎麼執行呢 我們會在 那個商品 這個商品的教學這邊呢 還有訂單呢 主要是訂單的教學這邊呢 來 說錯了 就是更正一下 是訂單的教學的地方 來教你怎麼去退訂一個退款 那 所以這邊呢 就是他退款的 預設的 的文字 我們 就建議你就保持這樣子 然後呢 顧客呢 購物的發票 這個當然是 呃在台灣的話 是不能正式取代那個 一般消費的發票 啊只是呢 他呢 就是讓顧客知道呢 他已經 呃完成 完成購物了 然後他有購物明細 所以呢 如果你是公司 你要開發票的話 你務必要手動開 齁 那除非日後 我們有支援那個 呃 例如說歐福寶 或支付寶的那個 電子發票 齁的整合 然後你有去申請 那這樣子 才會自動開 OK 呃 那 再來是顧客的備註齁齁 就是如果你顧客呢 在 在你結帳的時候 他有留下任何的備註的話 好 例如說在結帳的時候 好 那這邊 這邊會有一個額外資訊 好 那訂單備註 例如說他顧客可能留任何言啊 好 那你就會呢 呃 收到 顧客的訂購的附加備註 這樣子 那呢 這是重設密碼 好 就是 顧客忘記密碼的時候 重設 好 那這個是 顧客呢 就是 這會發給呢 註冊新帳號的顧客 所以呢 他剛 他剛註冊嘛 他剛購買 然後註冊一個新帳號 那呢 就是 會系統會自動發給他 所以呢 呃 這幾個訂單的資訊 基本上都不需要去更改 除非你真的 呃 想要去改齁 那你可以隨時改 OK 好 那這則教學到這裡 我們下則教學再見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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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